大肠癌已经连续14年 是台湾癌症发生人数第一名 我们从这张中国医药大学的图可以看到 大肠癌的危险因子包括年龄 家族史、相关病史、不良饮食、抽烟 缺乏运动以及肥胖等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项目都是可以被改变的 除了多吃蔬果、少吃加工肉品和红肉 规律运动、远离烟害之外 积极补充维生素D、小分子核藻糖胶等防癌保健的成分 不仅能够远离大肠癌 也可以降低其他癌症或是疾病的风险 小分子核藻糖胶在癌症辅助治疗的功能相当多元 是许多癌症患者在治疗时的首选 但除了已经罹患癌症的人适合吃之外 其实有研究发现 小分子核藻糖胶在预防肿瘤的效果也相当显著 我们来看一下许仙叶教授的研究结果 这边是分成四组去做比较的动物实验 黑色的控制组是没有吃小分子核藻糖胶 蓝色的实验一是癌细胞生长一段时间后 已经发展成肉眼可见的肿瘤了 才开始吃小分子核藻糖胶 绿色的实验二是刚把癌细胞打进去的时候 就开始给它吃小分子核藻糖胶 吃了13天之后呢 它就停掉不吃了 红色的实验三是刚把癌细胞打进去 就开始吃小分子核藻糖胶 而且一路吃到最后 那我们从右边的肿瘤大小 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没有吃的黑色线 它的肿瘤是长得最大的 从头就开始吃的红色线 肿瘤是最小的 有趣的是只吃前面的绿色线 比起只吃后面的蓝色线 它长出肿瘤的时间是大幅的延缓 而且肿瘤也明显的小了很多 显示说呢 如果能在肿瘤发生之前 就开始吃小分子核藻糖胶 它就能够发挥妨碍的一个效果